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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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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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选择用TPU 因为TPU有弹性 还可以做调整 打赏这件栏目 应该成功能够打赏 对 成功后 将所有的电影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多 帮Feed就帮我搬回那边 好 把垃圾清掉 对 还要安装弹工 要很细心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小心刺傷手 你用什么工具来帮你安装弹工 用一个钳 用一个小钳 要很眼睛 它成功 做到的 安裝了彈弓之後,我們就要開始弄他們的敲擊棍 敲擊棍,我們都選擇用了很多不同的材料 我們有試過鋁,但因為鋁就太重了 所以我們最後就選擇不用 我們有試過碳纖,但碳纖一見到過來就爛了 好像我們阿Sir都試過了,對不對? 好痛啊,插了手 所以我們最後就選擇用這個ABS 因為ABS有彈性,所以打下去就像真正的敲擊棍一樣 又輕了,對嗎? 我們就要把敲擊棍去鋸 為什麼要鋸? 因為要把敲擊棍打中鋼片的中間位置 所以每一條都不同 那你一條鋸進去,一條鋸進去 是 OK 你們很厲害的,我覺得 三條好像現在做... 其實除了這兩個,整個過程還有很多人做 記得 那你們當中有沒有遇過什麼問題? 有啊,我們安裝的時候就不小心發現 原來裝漏了東西,所以要逐個拆出來再裝 怎樣?做什麼?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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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漏了錢 哦 慘了,今天要拆出來再重新裝乾 不要浪費時間 對啊,浪費時間 所以工序是必須要妥當的 黃小峰 我都不知道 黃小峰應該是太人 還有,接電線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工序 因為我們每一個電池鐵 其中一條線都是利用Arjuno去輸出的 經過這個驅動板去連接 我們又要開線 又要將一些熱數管套進電線 再用熱風窗去吹 其實因為很多線 就不可以坐 所以我們最後就選擇了用這個顏色去區分它們 怎樣的分法? 我們就利用了這個Dore Mi Fa Sol 每一個顏色就代表一個音符 對 每個眼睛都睏了 開這麼多線 哈哈 最後我們用了一條銅面 來做所有磁鐵的公共線 我們在銅面上打完中心沖 轉洞 將所有磁鐵的銀一條線 放進銅面上 嗯 那阿楓啊 你到最後要做Arjuno編程 才能夠抓到鋼鐵的鋼鐵 你認不認識Arjuno? 嗯 Arjuno我認識一點點 但是 在哪裏學過? 我們出過去科學院就學過 但是我就不懂得用在音樂那裏 幸好Arjuno你給我看以前的編程 我再慢慢改改改改改 這樣就學會了 如何代表到音符上 那你自己自己都懂的 可以這樣說 那我們明天可以做更多不同的樂器 是啊 這裡閃燈 然後再放下去 這個只是 其實路程裡只有一句 你看到路程嗎? 很簡單的路程 就是MIDI READ 就是讀 讀 讀取 讀取有什麼音符 OK 下面就是WT做事 就是這樣 相信大家都會明白 做MECA最興奮的位置 當然是試驗的位置 吃足吃飯都是看這個位置 我們又看看他們試驗成不成功 剪輔我們來試試好嗎? 好啊 3 2 1 嘩 剪輔了 可以這樣說 用MIDI信息去推動Arduino 再推動一些樂器 對我來說 並不是什麼新的技術 但我這次 特意少些插手 讓學生 自己通過實習 和動手去求證一些東西 以至於解決到 我原來的設計的一些問題 阿Sir不是猛的 有眼看到的 這個他們設計和製作的 電腦鋼片琴2.0 確實比以前那個扎實很多 打出來的聲音都響亮些 好啊 而且這個琴不單止可以用來自動演奏玩一下 還可以用來作為學習作曲的工具 間接還可以提升學生 對學習作曲的興趣 好啊 大家看到他們兩個都完成了這個電腦的鋼片琴 亦都應該分享到他們的那份 今天我們介紹這個電腦鋼片和製作到這裡為止了 我是卡洛斯 他是子豐 還是少豐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訂閱 按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